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8月31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在德州造成惨重灾情的热带风暴哈维 已经减弱成为热带性的低气压 但是受到哈维所带来的豪雨影响 休士顿附近的一家化工厂 今天凌晨发生了两次爆炸 而联邦能源部也将要释出战略储备的石油 企图减缓受到风灾影响 导致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关闭 所造成的石油供应短缺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2点左右 休士顿附近一间化工厂由于稍早进水停电 导致无法冷却厂内储存的有机过氧化物 导致连锁化学反应而发生了两次爆炸 化工厂2.4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已经疏散 而厂方也警告指出厂内8个储存库的化学品会降解 可能引发更多爆炸 哈维昨天二度登陆之后 在德州东南部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再度带来豪雨 德州亚瑟港和博蒙市降雨多达两英尺 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也出现豪雨以及时速45英里的强风 目前哈维已经从热带风暴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受灾最严重的休士顿也开始出现阳光 但洪水带来的灾情仍然持续 联邦紧急灾难管理局表示 受到哈维预影响的3万多名灾民 已经分别住进230个收容中心 但仍然有大批民众还在等待救援 除了当地的救灾人力之外 全美各地增援的1万多名国民兵陆续进驻德州 使得投入救灾的国民兵总数将近2万4千人 但与此同时灾区也陆续传出有歹徒冒充救难人员 登门要求民众撤离 然后进屋行窃甚至公然抢劫 休士顿警察局长已经命令警方停止支援搜救任务 专注于逮捕罪犯维持治安 检方也发表声明将从众起诉这类趁火打劫的行为 另一方面墨西哥湾地区多座炼油厂 港口和输油管都被瘫痪 包括全美最大的两座炼油厂在内 当地15座炼油厂都被迫关闭 影响全美总体炼油量达三成以上 货运装卸量高居全美第二的休士顿港 至少也要等到本周六才能向大型船只恢复开放 目前全美各地油价都已经出现上涨趋势 联邦能源部为此宣布 将释出50万桶战略储备原油 给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查理斯湖 没有受到风灾影响的Phillips 66炼油厂 这是2012年以来 政府首次紧急释出战略储备原油 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将从9月2号 也就是后天开始 关闭俄罗斯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 国务院表示已经下令从后天起 关闭俄罗斯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以及位于华府和纽约的两栋附属建筑 莫斯科当局上个月下令 减少美国驻俄外交人员数量 强制755名美国外交人员撤离 以报复美国企图加强制裁俄罗斯 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 关闭俄罗斯总领馆 是以平等精神来回应俄罗斯的无理行动 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 Kamella Harris贺锦丽宣布 将支持曾经参选2016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的 参议员桑德斯计划要提出的 全民健保法案 出身东湾奥克兰的贺锦丽 昨晚在奥克兰的民众大会上宣布 将会成为桑德斯计划在9月 向国会提出的人人有健保 Medicare for all全民健保法案的 共同赞助人 这项提案计划将现有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扩大到所有民众 并且由政府主办 采取所谓的单一付款者 Single Payer制度 以减少私人保险公司介入的成本 稍早麻州联邦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 和纽约州联邦参议员Kristen Gilbert 已经宣布成为桑德斯法案的共同赞助人 此外贺锦丽稍早也宣布 将会持续捍卫奥巴马政府推出的 保障同年来美国的无证移民的DACA梦想生法案 贺锦丽现年52岁 曾担任旧金山和加州检察长 去年接替退休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Barbara Boxer当选联邦参议员 被视为民主党内的政治新兴 今天是英国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逝世 20周年纪念 许多英国跟法国的民众 以及戴安娜生前的友人 都纷纷地以各种方式来纪念戴安娜 英国有许多民众连日来前往戴安娜 生前居住的肯兴顿公外 摆放蜡烛和鲜花追悼 今天也有不少民众前往当地致哀 而在巴黎也有民众冒雨前往戴安娜 罹难的阿尔玛乔隧道口追悼 戴安娜生前好友英国歌坛巨星 Alton John则在Instagram 放上她与戴飞的合照 并且天文表示 20年前的今天 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天使 戴安娜生于1961年7月1号 她于1981年7月29号 和威尔斯王子查尔斯结婚 随后生下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两人虽然在1996年离婚 但是戴安娜仍然受到世人瞩目 1997年8月31号 戴安娜与富商男友法耶德 在巴黎搭车外出时 因为想要摆脱尾随摄影的狗仔队 而高速行驶 坐车随后失控 撞上阿尔玛桥隧道登柱 年仅36岁的戴安娜 法耶德与司机都离难 本地消息方面 湾区捷运BART将在明天的午夜开始 一连三天的劳工节长周末期间 在东湾奥克兰附近的路段施工 届时部分的车站将会关闭 也有部分的列车受到影响 BART当局表示 这次施工主要是更换 奥克兰市中心一带的捷运铁轨 并且安装电缆导管 车轮护栏等等 将会从明天午夜 也就是周六凌晨的零点开始施工 预计到下周二凌晨4点结束 这段期间 奥克兰19街道Footville车站 以及Footville到West Oakland车站之间 将停驶列车 改用接驳巴士运送乘客 Lake Mary车站也将关闭 影响的搬车包括 Warm Springs和South Breemont线 Dublin Pleasanton线 以及奥克兰机场线捷运 当局表示 许多搬车都会受到施工影响 因此需要搭乘捷运的民众 最好提早20到40分钟出发 最后带您关心体育消息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 中国五朵金花 昨天全部上场 但是只有张帅顺利地 竞技到第二轮 其余的四名女将 则全部遭到淘汰 中国女将张帅 是本届梅王女单第27号种子 昨天她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 后来居上 最后以6比7 6比3和6比0 击败德国好手利斯奇 晋级第二轮 不过中国一节 女单第22种子彭帅 状况不佳 以0比6和2比6 败给了克罗埃西亚好手维克奇 王强面对俄罗斯选手卡萨基纳 先胜后衰 以7比6 2比6和3比6落败 段盈盈则是在第二轮出战第三种子西班牙的蒙奎路闸 由于双方实力的确有段差距 段盈最后以4比6 0比6败阵 至于正赛赛则碰上第三十种子 德国的葛吉斯 以2比6 1比6败倍 与此同时 先前因为服用禁要被禁赛15个月 本次以外卡身份付出美网的俄罗斯女将沙拉波娃 继首场比赛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哈雷普之后 昨天又在第二轮比赛中 以6比7 6比4和6比1 立刻匈牙利女将巴波斯 晋级第三轮 男子单打方面 目前世界排名第61的台湾一哥卢彦勋 昨天在第二轮面对世界排名138的摩尔多瓦选手阿尔伯特 卢彦勋在拼战5盘将近4小时之后败北 连续两年在美网第二轮止步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